2022年9月13日,大脚星高级理事会,你们的液体光供应传导,Jane J.Casso,译者,杨生传导。 我们互相认识,我是大脚星人,我们来自光之星,我们来提醒人们他们内在的光病在内部激活他,蜕变的时刻到了,你们蜕变的时刻到了,在你们的内心深处,你们知道我是谁,在你们的灵魂深处,你们了解我们,了解大脚星人, 因为所有人类出生在今生或另一生世中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得到了我们的亲密和关怀,我们今天在地球上,我们在你们中间,这个爱的星球,目前正在发生人类记忆中最大的巨变,享受并接受来自光之领域的每一个帮助和支持,你们的阳生是这个银河系的重大事件,影响着整个宇宙,我们, 大脚星人,作为微妙的实体在你们中间,我们已经在地球周围放置了大量的光之船,我们是构成地球保护地蔓的光之联邦的一部分,我们是那些在个人层面上陪伴,关心和保护人们的光之力量的一部分,这样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知识之门和通往存在之光平面的入口,我们在那里是因为我们被认命了, 亲爱的医们,我是大脚星高级理事会的大脚星人,我向外界代表我们大脚星系统的物种,我通过人类开放的渠道进行交流,我通过梦意识和人们觉醒意识中的图像和声音进行交流,现在我通过JAN进行交流, 上帝恩典的礼物,今天我被派去给你们传递不间断供应液体光的礼物,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发生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直到现在,只有具有特定启蒙的个别行价才能达到这种连接水平, 今天,造物主的聚宝盆将传递给所有满足其基本条件的人,你们今天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看法是,大多数人缺乏一种不可动摇和持续的神圣联系,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它, 你们经常被日常事件所淹没,被敞开的深渊所吞没,一个充满光的基本振动无法永久保持,在一个充满不和谐和不安的世界里,问题出现了,如何才能不断地保持内在的中心,内在的平静,朝向光的方向和对上帝的觉知, 一个开悟的人如何成功地永久地锚定在中心,也就是上帝,解决方案在于与所有生命之源的不断联系,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通过定期向你们的能量系统供应纯净的液体神圣之光,一切都是光,请知晓,一切都是光,一切都被神圣之光渗透和交织,认为你们只知面包是错误的, 真正滋养你们的是面包中的光,储存在植物和果实中的光,这是真正的生命食粮,优质的和有价值的食物是来自太阳和中央太阳的光之产品, 它们含有高比例的光,是心灵,身体和灵魂的真正能量,这种液态的灵光,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被遗忘和迷失了, 人们失去了接触它的途径,完全沉浸在稠密的物质中,然而,对于更进化的人来说,这种理解总是存在的, 他们可以接触到这种生命之源,任何经历过轻度营养过程的人都知道这样做的效果, 以及与这种营养来源连接的感觉,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今天,它转交给我,向所有人传授流光的上帝之光的灌顶, 今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灵性之光,然而,这个启蒙与光之时量过程不同,因为它不适合让食物存在,而是为你们装备上帝的信任, 谁相信能够在这里经历一个缩短的光的滋养过程,这里是错误的, 因为无论吃还是不吃对一个人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你们是否与源头相连,它推动一切并供应一切, 液态光,这个过程经确定适应个人,并通过无所不知的神圣之光发生, 有些人的灵脉还没有完全打开,而有些人已经达到了高度的进化,因此可以更充分地吸收光, 然而,今天所有同意这个开悟的人都有能力至少部分地吸收上帝的液体之光, 今天,此时此地,你们所有人都存在这种情况,否则你们将不会在这里或不会被引导到这则信息,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根据他的可能性,根据他的整体能量状况, 你们每个心爱的人都可以接收到适合他的频率和幅度的光, 你们都有开放、净化和清除的内在通道,在这些通道中纯净的液态灵光,这是众神的实物, 这个过程如下,确认和同意,启动,光的激活和传输,开悟的效果, 这个开悟的结果是,你们将在这个时代的风暴中保持定向, 你们将永远感受到上帝的清静和与源头的合一, 对这一切的深深信任,奉献和持久的内心平静将在你们的内心蔓延, 此外,液态灵光的供应在第三维度矩阵和你们的意识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 过去让你们偏离正轨的某些事情和事件将不再全力以赴, 即使在危急情况下,你们也可以更轻松地采取斧事事脚并保持这个视野, 这种灵魂之光的供应座为上帝的恩典给予每个准备好接受他并同意这种启动的人, 神圣之光无所不知的工作,因此,恰好将光亮输入人类的能量系统, 人类可以处理和工作,如果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污染了他的灵性通道, 以至于没有更多的光可以穿透,这个过程将暂停, 直到轻力完成,因此,永远不要将这种启蒙于让实物存在的主张结合起来, 这可能会对某些人造成伤害,基本上,你们越纯净,越清晰, 这个开物对你们和你们的感知的影响就越大,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灌顶,引发,说,我, 在这里说出你们的名字,祈求灵性神光的持续供应, 我已准备好接受这种对灵性、灵魂和身体的最纯净的神、圣、滋、养、 无所不在的神圣之光,无所不在的神圣意识在我里面是活的, 我感谢上帝的恩典,启动发生,灵光传输到你们的能量系统开始了, 所以去生活吧,开物结束,亲爱的人类,通过这个开物, 你们已经朝着自我父权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通常在外部建立威胁性的东西对你们的影响越来越小, 你们将越来越容易留在和平的国度中,而有些事件, 尽管它们令人不安,但将不再渗透到你们身上, 现在仍然需要打开以便人们可以觉醒的深渊将不再能够将你们吞噬, 你们会因此变得缺乏同理心吗? 不,恰恰相反,你们的感知变得更精细, 你们的同情心扩大,你们的爱的能力也在增长, 谁永远获得灵性之光,就会对一切事物产生根本的理解, 他的爱的能力就会增长并变得无限, 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你们保持慈悲心,不会陷入怜悯, 你们仍然有能力采取行动,因为你们已经哭了一些人, 仍然不得不哭的眼泪,这个开悟的伟大礼物是, 能够在你们的每一天步履,满山地认出上帝的旨意, 如果你们被捆绑,那么你们是完美的, 如果你们被供应了灵性之光, 那么你们就拥有了一切,认可的长河, 人类兄弟姐妹和心计存友们, 我们的任命现在正在进行中, 扬声是我们在地球上得到认可的神圣时刻, 大脚星人与你们站在一起, 为人们提供知识、光明和力量, 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收到并接受了在我们的空间站进行培训的邀请, 通过这种方式, 你们在你们的梦境中或通过星光旅行来到我们这里, 有些人参观我们的水晶寺庙并体验疗愈,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个人的意识, 以便能够产生深刻的理解并实现真正的慈悲, 今天的启蒙是迈向你们主权的一大步, 神圣意识在上帝的恩典中认识自己并向人类展示自己, 我们是一体的, 我是大脚星高级理事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